到今天為止,加州居家令已經執行了一個禮拜,這個禮拜我基本上都宅在家裡,這幾天我發現我的身體出現了一些異樣的變化,一到晚上睡覺的時候就怎麼樣都睡不著,然後腦海裡總是會浮現出一個聲音,反正就是我覺得可能是居家令的緣故吧。 大家好,我是Eason,那這一期又是一期大家久違的干貨,那這一期要帶大家認識一下曲線工具,那這個曲線在各大的剪輯軟件裡面都有,那曲線被稱之為是調色之王,那我覺得不光是因為它功能多,更主要的就是它可以百分之百手動,那我個人認為這個全手動的操作就好像我大學的時候剛接觸攝影,那我的教授一定要逼著我們用膠片相機去學,因為膠片相機它是全手動操作的, 沒有任何的什麼自動對焦啊,什麼調光啊,曝光全部都是全手動,所以呢我們今天就來講一下,全手動的曲線工具有多強,好那我們今天依然用達芬奇來教,那其實PR和Final Card其實是一樣的,因為這幾個曲線他們都有,好那可以看到這個達芬奇的曲線菜單裡面呢,這上面一共有六個點,那第一個點就是代表就是我們傳統的這個RGB曲線,然後後面有個點呢,分別就是這下拉菜單裡面的這五個,那我們先來講一下這個RGB曲線,那RGB曲線呢,它有三個 四條曲線組成,那第一條曲線呢,就是控制這個亮度的曲線,那後面RGB三條曲線分別就是代表著紅綠藍三個通道的曲線,那如果你把這個小鎖鏈勾起來的話呢,它四個都被激活,那等於說你同時會移動它四個,那同時移動會造成什麼樣的變化呢,我們來看一下,那我們現在要用的是波形圖和試量圖,那還不了解這個試波器的同學,可以看我往期的那個認識試波器的那一期, 好,那我們現在呢,我們拉動一下曲線看一下,那曲線呢,它其實是個橫重的坐標,我之前有講過,但這次再講一遍,橫坐標呢,從左到右,分別就是黑到白的關係,最左邊就是純黑,過來一點是陰影,然後中間是中灰,然後這邊是高光,然後呢,最頂端這個是純白,重坐標呢,高了就是變亮,低了就是變暗,原始狀態就是它的對角線的這個連線,那我們後面這個是個直方圖,直方圖的這個高低就代表的是它像素的數量,等於說我們現在這個畫面裡面, 天空是比較偏白的,但我這個是用索尼A6600的HLG2排的,所以它其實會稍微灰一點,會集中在中間一點,沒有純白和純黑的信息,那這一部分的這個山峰很高,就代表這一個亮度,也就大概是高光的像素很多,那天空的顏色就大概是這個顏色,然後呢,它的部分佔比比較大,那之後這下面呢,中灰和陰影都比較平均一點,就代表這個中灰和陰影的量是差不多的,好,那我們呢,現在先試著隨便在中間把它提高一點,那可以看到,這個波形圖就變 變高了嘛,對不對,然後同時呢,我們也可以看到,當我拉高的時候,施量圖的飽和度也增加了,看沒有,我拉的時候,等於說,如果把這個鏈接給它點亮的話,那它同時移動的是亮度曲線和RGB顏色曲線,那就會造成這個飽和度和明亮度同時被調整,那如果現在呢,我們復原一下,我只勾選明亮度,沒有勾選RGB通道,我們現在再來調,那可以看到,我們的這個只有波形圖發生了變化,而施量圖是完全沒有變化, 因為沒有RGB通道的話,飽和度是完全不受影響的,如果你單獨調節RGB曲線中的某一條曲線,你看畫面會發生什麼,那我現在拖動這個紅色通道,大家可以看到波形圖的這個紅色通道就明顯變多了,然後整個畫面就變偏紅,那相反,往下拉,畫面就會偏輕,因為紅色在這個色輪上的正對面大概就是這個青色的位置嘛,所以等於說,紅色減少,它的互補色青色就會多起來,那同理,如果是綠色通道, 那綠色在這邊,它的對面是陽紅,所以呢,當綠色增加的時候,畫面就變綠,綠色減少的時候,畫面就偏陽紅,然後藍色也是一樣,多了變藍,少了變黃,那這個曲線呢,它之所以是全手動操作,就是因為它可以任意在任何的地方增加這個矛點工具,來達到你想要的效果,比如說你想讓陰影亮一點,想讓中輝暗一點,想讓高光再亮一點,所以都是可以手動調節的,那這個矛點呢,如果你建立的很少, 比如說頭尾兩個矛點,當你拖動,你現在把這個高光的部分往高了拉,當你拖動這個高光部分的時候,它的中輝和陰影都會發生變化,只不過離這個高光越近,變化越多,那有時候你如果只想動高光,不想動中輝和陰影,你完全可以再建一個矛點,然後呢,把它保護起來,那這個調節就代表說,我這裡,我大部分狀況,我只影響我的高光,從中輝開始,它都盡量貼著這個對角線,也就是它原始狀態不受改變,那點這個 這個三個點的菜單裡面呢,它也有默認矛點,你添加之後呢,它就會幫你默認見幾個點,那這兩個點控制的就是陰影,這兩個點控制是中輝,這兩個點控制就是高光,達芬奇裡面呢,這裡還可以添加一個樣條曲線,就是你選中這個矛點,那它就會出現像貝塞爾曲線的觸手,那就相當於是,這個觸手越長就代表說,它對這邊這一側的牽引力越大,那這個呢,就可以讓你做一些這種牽引啊,這種微調,我覺得還是蠻不錯的,但我這個功能其實用的比較少, 下面這幾個呢,可以看作是混合吧,但是呢,它如果減到0的話,它並不代表是完全沒混合,而是反向操作,它減到50才是沒有動,你看,我如果選到50的話,我怎麼改,它的畫面都不會動了,但是如果你把它低於50的話,它其實是變成對稱的了,現在我是體諒很多嘛,但是如果你把它低於50的話,它就會減暗很多,等於說它其實實際上等於,把這個對稱一下,翻到這下面來,然後實際上的狀態,等於說, 都變暗了,那其實這個我自己工作當中,我覺得我用的不是很多,但我就蠻講一下吧,那下面這個柔化裁切呢,它可以看作是,比如說我現在把這個,拉高,降低,等於說黑白廠,我先確認出來,然後呢,我如果把這個低區,往高了拉,那它就可以做了一個像是裁切掉的功能,那低於這個亮度的像素,全部都會變成這個像素的亮度,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,我們這個黑色的陰影就被砍平了,就損失細節,變成那種死,也不能叫死黑,因為它並不是黑色嘛,等於說那種死灰,沒有細節的灰色,深灰色,那同理,這個高光也是一樣,你如果把高區壓低,那可以看到它就變成死白了嘛,但我這個天空本來就沒什麼細節,所以可能看不出來出來,那這個我覺得實戰時候呢,我覺得可以用在加字上,因為加字的話,你比如說想加白色字,但是你又不想加描邊啊,或者是陰影啊,這種破壞字體感覺, 我覺得方法,那你呢,就可以用這個方法,比如說你加一個白色字,你就把高區壓暗,那這樣子純白和高區就差了兩格的曝光,那也不會說被背景吃掉還什麼的,然後呢,它被砍平的部分,也不會影響到下面的曝光,因為如果你,你是用這種方法,把它硬壓暗,讓最亮部分停留在這第二格,它其實下面,可以看到它下面,中輝也會被影響,然後呢,你中輝還要再手動把它拉上來,相對來說,這個方法會相對來說,便捷一點,好,那我們這個RGB曲線, 就介紹這邊,那下面呢,我們看一下,剩下的這五個,那這五個,我之前視頻,如果大家有看過的話,應該都多少會聽我介紹一下,那如果沒接觸過這幾個VS曲線的朋友,應該會一頭霧水,不知道這什麼意思,那我這裡再講一下,這個VS可以簡單的理解為的的意思,那我們這個就可以理解為,色相的色相,這個什麼意思呢,就是要改變畫面裡某一個色相的色相,等於說做一個色偏,那色相就是,紅黃藍這個,大致的顏色的, 名稱嘛,那後面就相對好理解很多,色相的飽和度,比如說我們畫面裡面,我想提升這個,青色這個橋的飽和度,我就可以在下面點一下,青色的這個錨點,然後呢,我把它拉高,看到沒有,這個橋的青色就,也飽和度就增加了,藍色也會稍微影響到一點,因為這邊會有影響到嘛,但你如果想要苛刻一點,你完全可以手動添加錨點,然後把它拉回來,因為曲線是完全手動操作,那就很好理解了,等於說,這裡面,比如說色相的色相, 那它的橫坐標,那這個背景已經都顯示出來了,就是它的不同的色相,你比如說要選紅色,你可以點這邊,也如果你覺得這個範圍太寬的話,你完全也可以手動建三個比較窄的範圍,然後呢,去拖動中間這個,那這個東西你有的時候建立錨點的時候,你點下去,可能會這樣子,對不對,因為你等於說這樣就發生了你不想要的偏移,那你可以按住這個Shift,然後再點,那這樣子點呢,就相對來說會安全一點,但如果你偏太多也會變,那同理後面的這個色相vs亮度,就是橫坐標,就是選取某一個像素, 重坐標呢,就是增加或減少亮度,比如說我現在,我要讓這個青色的橋,變暗一點,我們就選中這個青色的毛點,往下拉,它就變暗一些了,如果是高一點,它就變亮了,後面這兩個呢,分別是飽和度調整,那第一個是亮度的飽和度,那可以簡單理解為,你看它背景都寫出來了,從左到右,分別就是從黑到白,所以呢,你這個意思就是說,如果你想調整某一個亮度區域的飽和度,比如說現在,我想改變一下這個暗部的飽和度, 因為暗部現在這裡偏綠嘛,很多森林,對不對,那小少的綠,那我們可以建立一下這個預設矛點,那預設矛點呢,你建立之後可以看到這邊多了一個黑的,這邊多了一個白的,那黑的你就可以拉這個鏡頭,白的也可以拉這一端,那就相當於我這操作就是,相當於把畫面裡面的陰影部分和高光部分的飽和度都降低,等於說會讓畫面變得更乾淨,那因為畢竟我們這個不算特別的暗,所以它其實應該是在這個位置,然後我現在把它拉低,看到沒有,我們這個樹的顏色就沒了,那後面這個呢, 就是飽和度的飽和度,所以從左到右呢,分別就是低飽和度到高飽和度,那也就是說,你可以做這樣的操作,就是把高飽和度的飽和度降低,然後呢,低飽和度像素的飽和度增加,那這個操作往往被應用在,那比如說你畫面裡面有低飽和的部分,你很滿意了,你只想改高飽和的部分,因為可能高飽和部分飽和度太高,你要把單獨把高飽和度部分給拉回來,那你就可以用這個工具,那這個工具呢,大部分時候會用在降低這個飽和對比度的情況下,所以讓畫面裡面, 並不會出現,比如說因為某一個東西的飽和度太高,變得太吸引眼球,這個是紙上彈兵的東西,那我們現在來講一下它實際的應用,那RGB曲線在一級校舍裡面有個很重要的工作,就是確定黑白場,加上讓畫面更通透,那我覺得通透這個詞,我覺得是你最經常從你的客戶,或者你老闆嘴裡聽到的話,那通透這個東西呢,也並不是個玄學,我們現在來簡單的舉個例子,那我呢,拍了一個這個東西,我的一個收納盒,可以看到這個收納盒呢,我放在一個黑色 背景上拍的,然後我們現在看到它直方圖呢,那這個收納盒的部分,大概就是這座山,然後呢,我們的黑背景就是這個深色的部分,那整個畫面現在它非常的不通透,對吧,因為它本身就不是很通透,那其實通透這個詞理解成我們職業的術語,應該就是增加對比度,對不對,那說增加對比度,那曲線一般來說,大家就會拉一個S曲線,對吧,那S曲線呢,不是說隨便就這樣亂拉,那我的經驗呢,是你要先分析一下你的東西,你要讓通透的東西,它的直方圖分布在哪, 那可以看到我們的直方圖呢,我們這個盒子,直方圖是從這邊,一直到這邊,它的中心是在這裡,對不對,所以呢,我們需要以這個點,就是它中心的這個點,為玉值,玉值就是一個像臨界點一樣的東西,那我們要讓這個比玉值亮的像素更亮,比玉值暗的像素更暗,所以呢,我們的S曲線要以這個為軸心,我們再拉這個S曲線,那這樣子呢,這個S曲線才可以讓我們針對的這個,我要讓它通透的這個物體變得更通透,我之所以要在這裡加一個,是因為我們這個黑色, 這背景被拉太黑了,對吧,而且你看這個把手這邊,也是一個暗部三峰的像素信息,所以這裡又太黑了,所以我們建一個保護的毛點,我們把它拉回到原來的,稍微暗一點點吧,那中間這個玉值的點,你其實可加可不加,我們可以拿掉它,然後呢,你就可以手動的去再做一些微調,對,然後不要讓這個,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,不要讓它的,出現死白的程度,那這樣子這樣一個通透的處理就做好了,那我們可以看到, 它前後對比這個直方圖呢,中間這個點,它因為是玉值的關係,所以它並沒有被拉伸,那這個盒子的暗部和亮部,都被分別的往兩頭拉伸了,那這樣子呢,就可以讓畫面更通透,那相比於傳統的,我們這個,就是調整圖層裡面的這個,就是亮度和對比度的這個調整圖層,我如果把它激活起來,大家可以看到,我如果只是單純的拉下面這個,對比度, 它的這個直方圖,大家看它的默認玉值是哪裡,是中間灰,就是這個128灰,所以其實可以看到,它以中間灰為玉值,往兩頭拉這個對比度,這就是一個很死的對比度,它並不會分析說,你要拉量的玉值是在哪裡,所以你可以看到,我們這個直方圖,這樣子拉,其實我們這個盒子的變化不大,所以也就會造成,即使你的對比度拉到滿,這個盒子是變白了,它並還是不是很通透, 因為它畢竟這個盒子是白色的嘛,所以它這偏暗的陰影的部分,也只是在中灰位置,所以它中灰其實並沒有發生什麼變化,那也就會造成它,等於說只是單純的,讓它變得更亮,那我們這個自己分析定制的這個狀況就不一樣了,這只是舉個例子,那我們現在回頭看一下我們這個達芬奇,那可以看到我們達芬奇裡面的這個素材,它的這個圓圖,它同樣也是高於80的像素幾乎沒有,等於說沒有高光部分,同理也沒有陰影部分,所以畫面會顯得很灰,灰蒙蒙的,那不通透嘛,對不對? 那我們要做的就是先把黑白場確定下來,那我們就要拉這個東西,那我們可以看到,把它亮度拉到,我其實不應該拉到95,因為今天那天是多雲天下雪,所以多雲的天,雲沒有受到光照,應該是90就夠了,然後暗部也是一樣,暗部我覺得如果把它拖到5這樣子,它陰影太黑了,所以我把它拖到大概10左右吧,我覺得這個樹的陰影不用太黑,可以看到變化非常大了,整個畫面的黑白場確定下來, 當然你看,我這邊是只調整這個亮度曲線,我沒有用RGB,因為我想要飽和度之後再單獨調,那我現在只調整黑白場,其實呢,中間這一部分可以看到天空沒有什麼細節,所以這樣我OK,但是呢,這個樹啊,橋啊這些東西,大概集中在這一塊,那我想再以這個中心做一個預值,然後呢,我再提升一下它的對比度就是S曲線,好,那這樣子呢,等於說黑白場確認之後,我又另外再,我黑白場確認之後, 細節多的部分,再做了一個S曲線,那會讓畫面變得更通透,但如果你覺得太重的話,你這個S曲線可以稍微的往回調一點,那這樣子呢,才是一個純手動,是帶著你的腦子去分析的,那比如說,我如果建一個,這裡有對比度,對不對,這地方自動對比度,你確實白場在90這樣子,黑場在10這樣子, 可是有沒有發現,它完全是,沒有用腦子的,就是硬拉對比度的,不理想的狀態,那確實你畫面黑白場確定下來了,可是呢,你看看你的畫面,並不理想,但你如果拖動這個軸心,其實這個軸心就相當於是預值了,那等於說,它是從哪裡開始拉伸,但你這個軸心可以往暗的拉,拉到,就是這下面這個多一點細節的地方,可是實際上,它的這個調整呢,它也是一個很死的對比度提升,它亮部和暗部的提升量是一樣的,你沒有辦法手動去調節,它就沒有辦法做到像, 帶入人的審美判斷去調節,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曲線受到大家的喜愛,而且它不會影響飽和度,因為我把這個RGB曲線關掉了,如果你用這個,你去拉這個對比度,看到沒有,它的飽和度也變深了,它這個藍杆這個顏色都跑出來了,好,我們現在來一個實戰,因為我覺得,我如果教你們它的功能,不教你怎麼去應用,我覺得你們學了也是白學,那我們現在來一個實戰的挑戰,我也給自己一個挑戰,就是我今天這個調色,我只用曲線,等於說只用這6個 這個東西,我不用這個色輪的部分,這3個我都不用,我們能不能把這個素材給調好,那這個素材呢,我是在波特蘭拍的,它是一個很漂亮的街景,我剛才認為很漂亮,但可能是因為我女朋友在裡面,所以它變得更加的漂亮,也是用索尼A6600HLG2拍的,索尼的顏色,對吧,有一點黃綠黃綠的顏色,那我今天呢,我打算把這個圓圖做一個澄清掉的調色,好,我們現在調色思路呢,就是完全的按照,之前我出的那個調色思路那一期來操作,等於說一級調色, 二級調色,然後最後影視對比度輸出,我們現在呢,先做一個一級調色,那調色呢,我先切換到分量圖好了,我調一級調色的時候,我剛才用分量圖,那這個分量圖呢,我們可以看到,高光沒有問題,陰影不過黑,因為我們這裡確實有這種很黑的東西嘛,所以我們可以拉到5這樣,這個就是5%差不多這個高度,畫面還是有點不通透,然後呢,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主體呢,是人嘛,那當然有黑帽子啊,衣服也比較黑, 後面建築也相對黑一點,所以可以看到直方圖這邊,山峰還是偏暗一點,所以呢,我們可以給它在這個地方,以這個位置做一個軸心,做一個S曲線,好,然後但是亮部太亮對不對,因為我們天空這邊,我們不需要接啊,有反光,也不需要變亮,所以我們把亮部這個拖回到原始的亮度,好,我暗部這邊,我不用說那麼多,我可以回來一點,接下來呢,就是提升飽和度,那我之前,我個人的HLG的經驗呢,是直接在 在這邊,加飽和度,從50加到70,好,飽和度加了,可是呢,我今天不是立了個Flag,我不用這一塊嗎,所以我們後退一下,我們怎麼做呢,我們在曲線裡面,找到色相vs飽和度,那我們在這裡只要建一個毛點,然後往上拉,那拉多少呢,我們可以看一下,飽和度這邊,從50變到滿是100,那這邊呢,如果我從,加到滿,它是,從1變成2,如果是色輪這邊,飽和度要加2, 20點的話,這邊應該加0.4嘛,所以我們給它加到0.4,好,對,好,那這樣子呢,飽和度就回來了,那我現在調完了曝光,對比度和飽和度,然後呢,我看白平衡這張是沒有什麼問題的,嗯,這個三個通道的高光都是挺平的,整體下面的顏色也都還可以,好,那我們就直接進行下一步,那如果你要調白平衡的話,你完全可以在RGB通道裡面,比如說,你可以用這邊的色溫來調啦,就更方便一點,當然如果我今天只用曲線, 線條的話,我就分通道,如果我現在偏黃,我就在這個藍通道裡面,把藍增加一點,那畫面就變藍了,那我現在這個畫面,我覺得還可以,那你現在確實中會有一點發黃嘛,但是我覺得這個不影響,我覺得這個畫面蠻舒服的,我就留著了,好,那我們現在來下一個操作,那下一個操作呢,我要做是提升色彩對比度,那顧名思義,提升對比度就想到S曲線嘛,我們用明度拉S曲線,就是亮度對比度,那我們如果用RGB的曲線來拉S曲線,那就是色彩對比度, 色彩對比度怎麼理解呢,它就相當於是飽和度的對比度,等於說,我想讓暗部飽和度低一點,亮部飽和度稍微高一點,所以我不想做太多,所以呢,還是一樣,我們這邊我想保護亮部,所以我在亮部這邊建一個保護毛點,然後呢,以這個主要像素分布的這個暗部,這個地方為預值,我在這邊,提升一點,中輝,減少一點,陰影,好,那可以看到, 我因為現在只做了一個通道,紅通道,所以現在畫面怪怪的,對不對,那我們可以呢,直接點這三個點,然後呢,點複製到綠通道,還是很怪,再複製到藍通道,BOOM,我覺得達芬奇這一點做得很好,因為像 Photoshop裡面,這個曲線你是沒辦法複製的,所以你只能一個一個去調節去拉,但是達芬奇就很好用,它調完一個之後,你就可以複製到,但你不要點複製到所有通道,因為如果你複製到所有通道的話,它亮度通道也會受影響,那這樣子我們可以看一下前後變化, 那前後變化非常明顯,瞬間就有感覺了,對不對,注意衣服這個變化,尤其是這一塊,你看現在圓圖,陰影和亮部,其實飽和度都差不多,但是我改完之後,陰影少了一些飽和度,亮部增加一些飽和度,但每個圖的狀態不一樣,所以這個曲線,你要根據你自己的情況來調,那如果讓它這個對比度更大一點,你就把它拉個大S,然後呢,小一點,就像我現在這樣子,就拉個小S,好,那現在已經是有一種好看的顏色感覺, 但是我們今天的目的是調澄清調,對不對,所以我還沒有做完,那下一個呢,我要做的就是做色偏,然後呢,我們現在要切換到什麼呢,切換到施量圖,那這個施量圖呢,我是把這個顯示兩倍勾起來,那我們今天做不到膚色,我們把這個膚色指示關掉,那我們現在通過這個施量圖,我們分析一下,這樣畫面裡面有哪一些色相,藍色有飽和度很高的東西,就是這些牌子,對不對,那青色,應該是這個路牌,綠色稍微少一點,應該是這裡的樹吧, 樹幹這邊,然後呢,黃色比較多,應該這裡應該是橙黃色,橙色和紅色都有,那這個畫面,我們要把它貼近澄清掉,我們要做的是什麼呢,我們要做的是兩個東西,一個叫做色偏,一個叫做減法,那我們先做色偏,色偏呢,我個人經驗是,你用這個色相vs色相,就是改變色相的色相,那我個人經驗是,你把,就是相近於青色的顏色,偏到青色,也就是說我們現在不需要藍色, 青色在這邊嘛,我們的藍色,要把它偏到青色,那我們呢,可以在這邊,點一個藍色的預設毛點,它出來了,然後呢,我們把這個,藍色的這個,偏到青色去,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路牌啊,包括後面大樓,都變成青色了,那原來青色沒有變,等於說現在他們顏色就很統一了,那其實相近色這個概念,我之前色彩理論就是搞顏色那期有講過,在這裡我再提一下,就是你色輪上,比如說我們現在配的是橙青色調嘛,可以看到它相近的就是這個橙紅色, 和這個橙黃色,就算是它的相近色,可以延伸到一點黃吧,然後也可以延伸到一點紅,那青色也是一樣,這個青綠色和青藍色,也都算是它的相近色,也可以延伸到一點藍,延伸到綠,都可以,那除去這相近色,我們做的是色偏,那這個非相近色的這些顏色呢,我們就可以給它做一個剪法,我們要最後要做的是橙青色調嘛,就是橙色,那我們現在有紅色和黃,橙黃色,同理我們也是一樣,建立紅色,黃色的綠色點,然後呢,我們建立,我們保護, 一個橙色吧,橙色沒有預設點,所以我們要手動建立,那我們就按住Shift,這樣不會偏移,然後鎖一下這個橙色,然後呢,我們把黃色往橙那邊偏,紅色也往橙那邊偏,然後可以看到我橙色,我這衣服也偏了一點,所以呢,我們再建一個矛點,你看這就是純手動操作好處了,因為你還可以保留你的衣服的這個橙色,對,好,那現在已經大概有感覺了,對不對,我們畫面裡面這個色相已經相當 中級中的橙色和青色的觸手很長,其他觸手都很短,那我想讓它再苛刻一點,怎麼辦,我們就開始做減法,我們減去不需要的色相的飽和度,那我們再建一個串型節點,那這個節點呢,我們要做的呢,就是下一個,色相vs飽和度,我們現在要把,你看我們可以看到,綠色有一點點,對吧,黃色還有一點點,包括陽紅藍都有一點點,那我們現在就把這些點都建出來,藍,陽紅, 綠,綠,黃,那基本上這六個點都有了,好,我們開始啊,綠色降霉,金色留著,藍色降霉,可以看到這邊都有變化,你看看,陽紅降霉,黃色我們這邊要保護一個橙色,按說shift保護一下,黃色降霉,那這個目的呢,就是讓你畫面裡面你不想要的色相的飽和度全都消失,或者比如說如果你畫面裡面, 有一些森林,你還想保留一點綠色,你可以綠色不要剪那麼多,反正就是要剪到你畫面裡面,是最乾淨的狀態為止,那可以看到我們這個畫面裡面,現在基本上只有橙色和青色,那現在,就是一個橙青色調,所以你說,難嗎?不難,你只要真的理解好,活用這個純手動操作的曲線,真的不難,好,那接下來呢,就是一些微調,好,那我這邊呢,呃,我覺得,青色這邊,我想把這個 那路牌再壓暗一點點,我就可以用到這個色相vs亮度,我們把青色預設點選出來,然後把它壓暗一點點,好,那現在這個青色的像素的部分就被壓暗了,好,那我們現在做一下這個飽和度的規範,我們再建一個節點,好,我們現在呢,會用到就是這兩個,就是調整飽和度的曲線工具,那首先我們先看一下亮度vs飽和度怎麼用,我們可以看到,我剛剛講過,我畫面裡面我想讓它的高光和陰影更乾淨,所以我就可以直接把我這兩個預設錶點點開, 那我們就直接可以把這個陰影和高光的飽和度,給它壓到很低,那這個算是一個微調吧,因為我們這個畫面裡面好像本身這個,看到嗎?這個衣服這邊還是比較明顯的,就這個陰影更乾淨了,那這個呢,我正常大部分時候我會這樣用,但你也可以手動調,比如說,呃,你在這裡再加一些點啊,不要影響那麼多,讓它更滑一點也可以,那這個調完之後我們可以直接在同一個, 這個節點吧,做下一個,這個是飽和度vs飽和度,那我們可以看到畫面裡面,其他東西都還好,但是這個紅燈,我覺得它飽和度太高一點了,那我們可以看到,我們這個施量圖,我已經把這個兩倍勾起來了嘛,那可以看到,它這邊隱隱約約有一點超出這六個框框連線的部分,那理論上,一個舒服的畫面,最好不要超過這六個連起來的框框,如果你沒把這個兩倍勾起來的話,最好不要讓它超過一半的部分,那現在好像這裡有隱隱約約有一個,那就說明它的高飽和度, 東西很少,但是還是有,那就是這個紅燈,我這幾號聲音都講啞了,好乾啊,好像嗓子好乾,在冒火,好,我們呢就可以應用這個工具,我們把右邊高飽和度的部分,給它壓低,好,大家可以看到,這邊已經低回來嘛,那不用低那麼多,我們把它壓到一個安全範圍就好了,大概在這裡,那其他也會受影響啊,所以我們其他像中間飽和度部分,我們就給它做一個保護的,對,那這樣子呢,這個紅燈就沒有 那麼的搶眼了,然後呢,最後呢,我們再給它做一個影視對比度,那大家都知道,我之前講影視對比度,都是用這個一級校色輪這邊的這四個玻鈕做左右左右的調節嘛,好,那我們現在也用它來看一下,分析一下它怎麼樣用曲線可以做得出來,那我們先呢,調這個偏移左,那全區報告面按之後呢,我們把這個亮度往右拉,好,那亮度拉回來之後呢,可以看到白場又回來了,那中輝再往左啦,那可以看到它 它中輝的部分又變暗了,然後呢,我們暗部呢,再把它往右拉,等於說再把黑場再拉回來,那我們前後看一下對比,對,它就發生了這樣一個變化,讓這個畫面呢,更有電影的質感,那這個東西怎麼樣通過曲線來做呢,我們重置一下,那我們還是一樣回到RGB曲線,然後呢,我們先把它整體壓暗,那等於說把所有的東西,都把它往暗了走,然後呢,和原來是一個平行狀態,那這樣子就會變,都變暗, 那我們呢,高光這邊,我們再把它提亮,然後白場我們稍微,限制不要那麼多,好,然後呢,中輝呢,我們也給它低一點,好,然後呢,暗部呢,黑場呢,我們可以稍微,這個其實可以拉回來,黑場呢,我們拉到大概在5%這樣子,好,我現在覺得中輝拉太多了,快一點,那其實它可以看到啊, 基本上我們影視對比度的核心,就是把它的中輝壓暗,保護它的高光和陰影,那這樣子就會讓畫面看起來,更有這種電影的質感,那最後其實我覺得這個澄清掉啊,青色還不夠多,因為你看橙色,這些大佬啊,衣服啊,什麼都是橙色,那青色的話,我覺得,畫面裡面,我覺得應該有天空反下來,這個天青色的反光,所以我想在這個路上這個高光,加一點點青色,那我再建一個節點, 然後呢,還是用這個紅通道,因為紅色的護補色是青色,好,那我們建立幾個保護點好了,好,我們把高光的紅通道給降低,好,那前後對比就可以看到,我現在這個馬路上的這個反光就已經有一點青色的感覺,這樣子我澄清色調的顏色分布會相對來說舒服一點,好,那我們這個澄清調就調完了,前後對比還是蠻明顯的,好, 好,我挑戰成功了,全部都是曲線,完全沒有其他的工具,那我希望通過這個挑戰能夠告訴大家,曲線非常的萬能,但是一定要手動調,要非常了解你的思路,你的思路要非常清晰,而且你要清楚的知道你最後要往什麼方向靠,那我今天這一課不光是教大家怎麼樣去用這個曲線,我覺得大家也看到了,我調各種不同參數的時候,我會用到各種不同的試播器,也算是一種試播器之間的配合,所以我希望這一課能夠很全面的幫助到大家,比較深入的去了解到這些功能,好, 好,那今天就這邊,喜歡我一定很辛苦,其實我都清楚,放心這個世界很壞,你會記得我的叮嘱,我會記得你的叮嘱,有空來做